觀眾朋友歷史其實是沒有辦法抹滅的 這些都是有憑有懼的 不過我們再來看看 包括那當然我們要熟讀歷史 我們就是要來看看我們現在的局勢 讓我們可以明哲保身嗎 還是走出一條比較安全的路 我們先來看看現在的 這個國際的局勢 尤其是在美國 那當然牽動台灣的國內的局勢 拜登跟川普 其實現在看起來 兩個人可能又要再一次 來這個在2024 要爭取美國總統的大位 可是現在看起來 拜登有一些事情對他本身不利 包括他的所謂的文件門 就是過去他在當副總統的時候 把一些秘密文件帶回家 現在有報紙引述前 柯林頓的顧問 這個人叫做迪克莫里斯 Morris 他說川普跟拜登 雖然都有把文件帶回家 的這樣的不良記錄 可是兩個人不一樣 他說川普是把文件當紀念品 可是拜登 就是把他兒子的重大 混弱的醜聞 直接相關的文件拿走 有一點點要毀滅這樣子的意圖 所以他認為拜登的情節 這個犯罪的情節 或是這個醜聞的狀況 情節比較重大 那另外我們看看 美國現在的局勢怎麼樣 經濟局勢怎麼樣 包括你看到前一陣子 好多科技大廠都在砍人 IBM宣布砍3900人 Google裁員1.2萬人 而你也可以看到 亞馬遜啟動第二波的裁員 已經在美國的三個州 裁員了3000多人 大的科技公司在美國 還會不會裁員呢 我們看到 台灣經濟日報的報導是說 有可能本來大家覺得 還可以的蘋果Apple 也可能會難逃厄運 也有裁員的計劃 你看到這麼多大的公司 都在裁員 而且動責裁員數千人 這恐怕只是剛剛開始而已 另外一家公司叫Intel Intel這個標題是這樣寫的 史詩即崩潰 講的是 它在一個晚上 蒸發了2400億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它去年獲利減少了六成 所以27號前兩天 它早盤一度在美股暴跌 超過10% 所以一下子市值就蒸發了這麼多 2400億台幣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Intel的這個書超為 而且這個Microsoft Microsoft則穩定委託台積電 生產超越Intel技術的晶片 所以我們看到的是 包括在晶片站 在美國本土的企業 現在的狀況是這樣 而我們看到 包括中國大陸的狀況是什麼呢 你看到拜登猛打 所謂的晶片站 可是美國有一些企業 現在就發出了一些哀嚎 他也為自己的企業 來向美國政府請命嗎 我們看到美國的半導體協會 他說了 如果少了來自中國客戶的資金 沒有他們的訂單 美國半導體的依賴 良性循環進行創新 包括你研發 還有針對全球市場的大量投資 都會打住 因為你錢不進來 本來是良性的循環 現在恐怕就會被打斷了 就會打住了 另外我們講了很多 在大白話裡頭 你知道美國現在的國債 已經是前所未有的高了 而另外一方面也在打所謂的貨幣債 貨幣戰 包括麥卡錫 我們看到的是美國新任的國會議長 他將會去會晤總統拜登 要商討美國國債的所謂違約的事情 要避免他違約 所以美國國內兩黨政治 現在頭痛的是 包括在經濟上面的議題 可是包括華爾街也發出了警告 他說美國面臨2011年以來 風險最高的債務危機 有沒有可能變成經濟大蕭條 好多經濟學家 好多媒體也都在發出一些警告 而另外我們看到布林肯 最近有很多的動作 他最近訪問南美洲 尋求推進美洲經濟夥伴的關係 在二月份 他同時也會訪問中國大陸 巴西總統說 可以啊 你過來跟我們要談經濟合作 可是你能不能來做一個美洲 南美洲的共同市場 就跟中國簽訂自貿協議 他拋出反而是像這樣子的一個議題 所以你看到世界的這個進和 現在已經是這樣的情況了 而另外包括世界貨幣體系 逐漸轉向多極化 這是經濟學人的新的一個報導 因為現在金融國際的金融界 包括南美要推共同的貨幣 而沙國阿聯酋 接受人民幣買石油 還有俄羅斯聯手金磚國貨 這個金磚國的貨幣互換 像這樣子的這個新聞 最近都佔據了很多國際媒體的版面 而另外我們看到 包括全球有80%以上的貿易順差國 聯合起義 就是您剛剛看到的這些國家 發達國家 印錢換發展中國家的資源 包括糧食工業產品的時代 有可能會終結嗎 Bill Gates說 美國的政治日漸衰落 我傾向於將中國崛起 視為世界巨大的勝利 你看到的 美中還繼續對抗嗎 來請教亮哥 這Bill Gates就是最大的疑美論者 這個美國 我用幾個數據你就知道 這個美元 比如說對日元 日元從去年的最低是150 現在回升到129 它回升了13% 歐元從1.04回升到0.92 回升了11% 人民幣從7.3回升到6.87 回升7% 我們台幣回升6% 全世界的貨幣 相對美國都在升值 這個就是 你就是報應 我現在很喜歡用報應 來形容美國 就是 因為有一個Bill Gates 擋在我前面 疑美論 就是你一天到晚在升息 你有顧及別的國家嗎 日本為了要捍衛它的日元 我只好賣你的美債 然後就造成它的美債 日本連續5個月 賣2400億美元 中國連3個月賣了1700億美元 為什麼會這樣連動 而且中東為什麼也不買了 沙烏地阿拉伯 因為你 我怎麼知道你什麼時候會 在用SWIFT 來對人家做金融制裁 所以我的說有兩個邏輯 同時發生 讓美元在市場上被賣空 第一個就是你升息升過頭了 大家都不認為你今年還能升多少 所以我當然要賣 這第二個 就人家要避險 我怎麼知道你會不會來搞我 所以就包括中國 中東 接下來還有一個更大拖的 就是金磚 本來只有5個國家 現在南非今年是輪值主席 他說今年願意參加金磚的 加原來5個國家 會變成13個國家 這個13個國家 他們就會開始 尋求非美元的共同支付 第一個首選一定是人民幣 所以你剛剛又看到那個 人員國家也在結盟 比如說俄羅斯 中東 委內瑞拉 埃及 人家也是在尋求非美元的 共同支付 所以我說今年這個叫做總報應 就你今年不管是美元跟美債 你都碰到各種力量 實際上歐洲跟日本是你的盟友 為什麼日本拚命賣 你搞到人家日元都活不下去了 就跌到150了怎麼辦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 長期自私自利的結果 這個效應還在繼續發展當中 是 你不管別人死活 結果現在報應都來了 是嘛 來 向元兄 現在基本上是天下大亂 形勢大好 天下大亂就是 這個也在改變中 那個也在改變中 可是會走向什麼方向 目前有時候還不太確定 但是基本上 形勢是往好的方向 因為擺脫美元的牽制 很多地方就可能會到處開花 比如剛才經濟學員講的 金融三炸雷 南美做要推共同貨幣 我是不看好 因為南美洲是ABC 阿根廷 巴西 智利 這個經濟結構差異太大 連歐洲搞個歐元都搞得 快要摔倒了 這個南美洲搞共同貨幣 我並不看好 再來沙國阿聯接受人民幣買石油 這是很正常的 因為它最大的購物 你當然合作 這個只要大陸打通了說 你那麼多人民幣 可以用在什麼場合 因為現在人民幣用的場合不多 大陸把這一條管道打通 而且透過香港打通的話 應該就不是太大的問題 再來金磚國家 本來底下就有個銀行 只是外面比較不清楚 名字取得很怪 什麼新銀行 New Bank 這家銀行是專門在做貨幣互換 過去表現的角色並不重要 隨著加入的國家越來越重要 它可能可以成為 金磚國家的清算銀行 有的可以局部的 取代紐約清算銀行的功能的話 他自己建立Swift就不是問題 Swift本身不是問題 清算銀行才是問題 Swift只是個電報系統而已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正在改變中 但是基本上是往好的線 因為世界上如果有兩個 三個清算系統的話 會相對的穩定一點 因為至少你美元越來越不穩定 不穩定是你美元自己造成 就怪不了別人 至於裁員 連Twitter都裁員了 其他的更不用說 現在唯一沒有裁員就是什麼 就是TikTok的抖音沒有裁員 在整個裁員潮 因為簡單講就超額供應 就是超額供給 為什麼超額供給 就在去年大家認為就是說 疫情來的時候 會有太多的這種會議 雲端系統 大家買了很多的伺服 買了很多的電腦 今年大家不需要買的 過多了 所以搞了Intel這些廣告也沒有 各方面也沒有 所以變成 需要一個盤整一整年的時間 但是不表示 從此就會經濟大蕭條 就我是不同意 因為經濟大蕭條要有結構性因素 大陸會不會經濟蕭條 不會 歐洲會不會 已經到底了 大概挑不到哪裡去 日本不會 韓國不會 美國也有限 所以我不擔心經濟大蕭條 大家不用太擔心 但是要有很好的成長 美國沒有 但是今年全世界最亮麗的成長 會出現在大陸跟東南亞 還有印度 這三個地方 會撐住整個經濟的盤勢 所以大家不用太擔心 經濟火車頭出現了 鄭元兄的預測 跟很多財經專家的預測 是一致的 來 請教韓兵哥 我覺得莫里斯講得還滿有趣 他說川普只是留作紀念 然後拜登 拜登是因為跟他兒子有關 川普有這麼好 而且他沒事留作紀念 他說今天要幹什麼 他是怎樣把那個蜜蜜文件 把它錶起來嗎 是不是這樣 表示我當過總統 這根本就是睜眼說瞎話 他們兩個辦的 就是一模一樣的事情 這沒什麼好講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幫他說話 也說得太過頭了 但是半導體產業 或是這種新的科技產業 在今年大家普遍都不看好 所以裁員是很正常的 這中間逆勢的是 台積電最近在增人 所以又增了好幾百多名 那表示台積電比較好嗎 其實也未必 因為台積電現在是被世界各國 壓著在全世界各地設場 所以他看起來好像 暫時會有一片榮景 可是問題是整個半導體產業未來 至少未來兩季看起來 是滿悲觀的 所以台積電恐怕也未必會這麼好 這是整個世界的需... 剛剛鄭元委員已經講過了 這整個世界需求量的一個問題 所以這個是不變的事實 我覺得也不用因為他裁員 大家就覺得很緊張 好像經濟末日的 我覺得沒有到這麼程度 那至於說我覺得這個 對沖基金的這個講得最準 他為什麼說這個 這個舉在上線是鬧劇 因為到最後你還是要給他過 對 你怎麼可能不給他過 你要讓政府直接停擺 那根本不可能發生的事 那他又是做對沖基金 他當然知道這個事情 所以就好像我們常常說 政府告訴你說 老健保會破產 根本就是騙人的 哪個政府敢讓他破產 你到最後還不是要挹注 所以都是一樣的道理 那只是我覺得 現在整個經濟看起來 比較一個明顯的態勢 就是因為烏二戰爭的關係 再加上美國勢力的衰弱 現在世界經濟開始有一些些 跟美國經濟脫鉤的現象 那這個現象 如果美國沒有辦法處理好 那未來對整個世界經濟的版圖 當然會有很大的影響 但是現在講到什麼 美國霸主地位消失 甚至中國已經崛起 我認為都還沒有到那個時候 那還是十幾二十年以後的事